我們錄製其實還蠻完整的 每一次每一次課程 所以今天的話應該是第五次上課 所以前面幾次上課 這都有清單 你只要點擊這邊的話 其實就會跳出來 你就是再找個機會 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除了這部分之外的話 其實我 如果你想要再多學習別的東西 我建議其實在我的頻道裡面 還蠻多的其他影片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話 像影片裡面的話 像最近教一些像 也是跟VB有關的 大概比較進階的 如果你想要多學一點進階的 甚至最近的話 我在全球人壽有講課 然後講了一些 所以這邊其實有一些影片 兩天前上傳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話 有一些東西 像書紐 因為這個課程是書紐分析表的基礎版 但其實說在基礎版 講的會比較不會那麼快 所以會講比較細一點 所以你想要對書紐分析表 比較完整的了解的話 或許可以再把一些內容上會看一下 影片大概都會在這邊一段時間 不過之後會不會再 其實不敢說 反正這邊提供有沒有參考 我覺得都放在這個地方 其他的話還有像清單 不過不妨清單 有的時候我不會把一些課程 但就像我這個課程 只有你們看得到 外面看不到 但有部分可能第一週我會放 因為有點像是分享 但分享不是全部的 因為我怕說如果全部每個都分享的話 那大家就不來上課了 會不會下一次就沒這麼多人了 這個尺度拿捏其實也很不容易啊 有時候當然我不是那麼在乎這件事情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在乎啦 說不在乎 當然有點太矯情了 只是說這東西 是希望把課程盡量品質 也可以把它提升 那影片的這個值跟量也會盡量更好一些些 比如說你們會發現 有時候我自己會出現在影片裡面 像這個影片上面都有我的 有些是沒有的 這其實還蠻難取捨的 像我自己有很多的webcam 那有的時候會放的時候不會放 是因為有些新的裝置放上去 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所以還是要試試看 像今天我就把一個比較貴一點的webcam放上來 但你們應該看不出來啦 反正要黑黑的嘛 OK 那它的價格這個大概3000多塊啦 看不出來啦 反正 對 我也是覺得它也沒這麼… 但就是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 我有錄下來感覺是那個 就是我自己拍進去的那個畫素比較好一點 然後收音因為它是雙聲道的 之前是單聲道的 感覺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有立體感 OK 不過你們再看看啦 我是希望說你們回去要複習 如果品質更好的話 那當然也是對學習是有幫助的啦 OK 只是說真的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去適應這些裝備啦 OK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另外剛剛的程式在第三個單元這邊也有 所以你也可以把程式碼打開來 那底下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倒數計時 我剛剛查了一下 因為奧運喔 每到東京奧運就一波三折 好像去… 不知道幾… 很多年前的東京奧運也是一樣的狀況 好像遇到… 世界大戰還是什麼 這一次遇到新冠肺炎 所以東京本來興高采烈了 而且花了非常多的錢在建設 結果這一次如果又沒有辦的話 我看這個東京會很慘 OK 因為沒辦法回收 所以那些場地的費用 OK 那怎麼辦 那我剛剛查一下 它的那個賽事好像就是在7月23號 2021的7月23 那假如說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比如說在這邊 2020的7月23 假如說這一天是奧運的那一天 那如果我想知道一件事 它跟今天相差幾天 這一天喔 未來的 那所以其實喔 如果跟今天比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你相差的天數的話 就等於什麼 這一天有沒有 應該這一天會比較多吧 因為這一天是未來的 然後減掉什麼呢 後面的話你就減掉today就好了 也許你可以就是… 要不然就在旁邊增加一個儲存格 要不然你就直接在這邊打個today 小刮鬍 這一定要打一個小刮鬍 就是這一天跟today 這個今天比到底相差幾天 Enter的話呢 那就OK了 不過你會發現 Enter過之後怎麼變成這樣 藍框不屬 為什麼 其實因為它減完之後 它丟回來日期減日期 它又給你丟一個日期格式 那實際上我們是要幾天嘛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剛剛一樣 按右鍵儲存格式有沒有 把它改為什麼 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通用 那確定 負的 那我顛倒 沒有錯了 2021 少加一個 少加一年啦 OK 難怪我講說負的怎麼可能 其實本來是應該今年的7月23 所以其實奧運如果沒有這個疫情的關係 其實已經早就辦完了 OK 而且其實真的事事難意料 真的很多人也可能已經訂了機票 訂了飯店 然後準備去東京奧運 準備要去參與的 結果沒想到 這個就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倒數計時的話 非常簡單 還有263天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日期裡面 天減天值很簡單的 直接減就好 在最難的是月跟年的計算 所以如果年跟月的計算怎麼辦 跟各位講就是下一個 我們要講的函數 叫Dative 因為目前最好是一個函數 因為當然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月到底是28天、29天還是30天 其實很麻煩 有沒有 你還要先去算 而且28、29 你還要算是不是論年 論年不是論元 年的問題 大月、小月滿固定的 OK 那 再還有365天跟366天 那又是麻煩 所以這種問題的話 倒不如交給一個函數 叫Dative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就解決了 你就不用去管了 可是要怎麼使用這個Dative函數 當然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待會兒會用這個Dative 來計算什麼 計算這個人 他的出生日期 那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人的出生日期 他出生到今天為止 他總共活了幾歲 豆點 幾個月 又幾天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變成說你歲的話一定要滿 滿 比如說他如果生日還沒到 他就不算滿一歲喔 如果沒有滿 那剩下可能他會有未滿的月份 跟未滿的天 那我們要怎麼樣剛好取出來 哇 這個時候呢 就必須用靠這個Dative 它裡面的幾個參數了 就這些參數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後面會用到 其實最多就是YM跟MD了 OK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Y 如果你Dative裡面給Y 這個參數的話 就是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年的意思 所以我們如果假設用Dative 插入函數 那你想說它應該是日期時間裡面 可是你會發現喔 在日期時間裡面的函數 卻找不到Dative 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有沒有D 沒有耶 對不對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當然這裡有一定的歷史 因為Dative 本來最早是在DOS底下的Lotus123 因為最早在Windows前身有沒有 其實是Windows 在DOS底下黑白的 那時候也有四串表 不過那時候四串表是叫Lotus123 大家其實那年代的人很習慣用Lotus123 OK 不習慣用Excel 他為了要搶這個從DOS到Windows 所以怎麼樣呢 裡面有個Dative非常好用的函數 但問題喔 這個Dative的函數是Lotus123的專利 那問題你就沒辦法直接給它放在清單裡面 那他想了一個方法 叫相容模式 所謂的相容模式 我這個清單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打 他還是可以work OK 那你不就 他就是不能放 反正這個為什麼 其實你們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再去了解一下吧 這是什麼 那你這邊不能放 但是那邊可以用 反正就這樣OK 好 反正有些東西其實 反正最重要是我們把問題解決 至於為什麼 我說真的 這有時候你有興趣的話 你再自己去Google一下 會有答案的 甚至會不會有維基百科 所以他為這事情寫一個說明 OK 如果有是最好 沒有的話 就算了 反正就這樣用 OK 那裡面的話 特別最好自己打Date D-E-R-F 特別最好自標打錯 這個東西應該打成Data OK Data 自拼做 OK 第二的話要給什麼 給兩個日期 記得喔 兩個日期要先給比較前面的日期 這個 逗點 再給第二個日期 再逗點 給第三個什麼 你要比什麼 比Y 那就是雙引號 Y 然後雙引號 後刮符 這個要自己打一下 打勾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就出現了 這一天跟這一天相差29年 OK 不過這個Dative它有個特性 如果你是Y的話 它假設說我把後面的日期 改為8月12的話 有沒有 8月12 這個前面是8月15 你會發現喔 差三天才滿喔 對不對 滿20 那你會發現End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它就變成25 也就是喔 其實它裡面應該還有25 年 然後後面的話呢 其實喔 你假設要再抓那個10 假設這邊把它改成這個 改成這個8的話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上下填滿 把這個改成YM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 它25年喔 又剩下就11個月 找的項目在這裡 那如果還剩下幾天的話呢 它還會在底下這個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成MD MD有沒有 對 MD的話 表示說呢 25年11個月 又27天 欸 它就是這個答案了 有沒有 剛剛好嗎 因為 這個應該改成8 8改成8 有沒有 28天 也就是說呢 再相差3天 1、2、3 它就滿 滿這個 就是又多一年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說呢 這個Dative呢 它除了說會 去算你的年之外 月跟日 它也會比進來喔 OK 那跟另外一個函數不一樣喔 如果你這一題 假設你用另外函數 我們剛剛有用到 叫Ear有沒有 也可以做計算喔 Ear 然後比如說這個 抓2006對不對 那你把它減掉什麼 減掉 減的話是放這裡 另外一個算法是 Ear B3 減掉什麼呢 Ear什麼呢 另外一個什麼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A3 打勾 26 有沒有 那如果啦 假設它沒有滿喔 它還是它不管你 反正Ear減Ear 意思說把那個年取出來 它沒有滿 那不關我的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算Ear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第一個用那個Dative 然後前面日期 後面日期加一個Y 或者是用Ear啦 不過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Dative會去算說你的年 除了年之外 月跟日會不會有滿 OK喔 那其他還有算什麼 算月 月的話 把這個向下填滿 這邊把它改M 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打勾 313月 那當然喔 這個地方呢 你就沒有別的替代方案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什麼 用Mence減Mence不行 因為Mence只會抓月的部分 那去減沒辦法 OK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算相差幾個月的話 目前只能用Dative 那如果算相差幾天的話 那你就D就可以了 有沒有 D的話呢 相差幾天 但其實喔 剛剛有講過嘛 其實如果你這個地方 兩個相差幾天喔 你不要用什麼Dative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剛剛講嘛 把這一天有沒有 剪掉這一天不就好了 打個勾 一模一樣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天喔 你根本不需要用Dative 直接剪就好了嘛 你反而用Dative喔 是找麻煩而已啊 有沒有 比較簡單嘛 OK喔 所以喔 Dative用在哪個地方最好用 像年 像月 日可以不要用 那還有呢 那個年 算完之後相差幾個月 年月算完之後還有剩多少天 它可以透過YM跟MD幫你做出來 所以呢 底下這個練習題喔 你應該就知道怎麼做了吧 其實喔 第一個 先用Y 算出它的什麼 它的稅 再用YM算出它剩下的月 再用MD算出它剩下的天 這樣就可以做出我們樣的結果 OK 所以等一會請各位試一下 了解Dative 然後並且把Dative帶到這個練習裡面 得到的結果 我希望把這個N 就是那個 所以你到時候把公式串在這裡 這個是YM MD 這個是YM這個MD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你又可以算出那個人的金券 年齡 OK 他到底活到今天為止 總共活了幾歲喔 幾個月 也有幾天 OK OK 好 謝謝 感谢观看